大家好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聽話媽說說話 那個教授導演現在一直在做職場方面的 對於一般人或者是特殊部群 都有做這方面的訓練 我看到你在工作議題上面 其實花的很大心力 是 那甚至我也有在我家的 一般的孩子 去參加你的活動 就是不是特殊生喔 是一般人 是因為我覺得 這裏面的肢體展現的部分 對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需要 我想請佳龍導演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在用戲劇來帶領年輕人工作 這個部分的起心動念跟效果結果如何 好好那我講個故事好了 起心動念當然是說 因為戲劇是我們把生活的事件演出來 所以你可以做調整 那也可以預言你想要的行為模式 那也可以聽到別人的回饋啦 所以我直接講一個故事 最近我們團體裡面有言 因為有一些特殊的孩子 不管是雅思或是過動 他們可能會在職場上面 容易遭受挫折 容易被霸凌或容易被罵嘛 那這個例子還沒有到那麼嚴重啦 但是例子是說在素食店打工 然後客人很難產 他點了很困難的餐 然後前台櫃台呢 他覺得手忙腳亂 然後呢那個後台的傳遞者 也是廚房的同事 我聽到這個指令很著急 要趕快把餐做出來 但是那個在負責炸東西那一區的 也就是這個主角 他沒有辦法同時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他就手忙腳亂 然後於是就被同事罵 然後那個主管又罵同事 然後前面的櫃台也手忙腳亂 就全部亂成一團 然後這個當事人覺得 我好委屈喔 我已經盡力了 為什麼你們還是沒有辦法體諒我 然後我該怎麼辦 那我們那一段呢 叫做豬隊友的心神 那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在職場上 好像有的人比較動作慢 或是我們的孩子他可能 他不是能夠同時處理很多事情的人 那他也許會被別人當作是 就是所謂的豬隊友 那這對他們自己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和壓力 在這個練習之後 我請這幾個夥伴 他們自己想一個解決辦法 然後自己說出來 結果呢他們講的答案非常有趣 他們就再重新演了一次 那這一次呢那個難纏的客人 變得比較正常 他就說喔OK 你沒有辦法撒海鹽 好吧那我就用正常的食物就好了 然後前面櫃台的服務員呢 就在想 喔OK那我是不是那個態度可以更友善 我不要不耐煩 然後呢主管就思考說 會不會是我的SOP流程本來在作業手冊 規定的就不夠清楚 好也許我規定更清楚的話 就不會造成這些問題 那那個同事就想說 我好像對我的那個夥伴太兇了 我可以不要對他們這麼兇 我可以對他溫柔一點 所以他就改變他的態度 然後最後炸東西的那位 同樣他很著急 可是他不再受到他的同事 那麼兇狠的一個態度 透過這一段演出 還有他們的討論 他們忽然領悟到說 在職場上以為的豬隊友 其實並不是豬隊友 那我們以為有問題的是某一個人 可是真正有問題的是 每個人都有問題 但是卻不願意改變 是 所以他們就創造了一個 每一個人自己的改變 然後相信這樣子就會讓世界更好 其實這種觸動的還蠻多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是我們雅思的孩子 常常常在演 然後甚至有的是第一次是 然後他第一次從老闆的角色裡面 然後去做一些比較誇張的動作的時候 他都感覺都很舒暢 他也了解了對方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 是平常他們比較難做到的 轉換角色跟模擬的部分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講到這個我也覺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我們是在做職場訓練 所以剛好也來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會更支持戲劇工作坊的過程 我們也曾經辦過很中規中矩的那種培訓工作坊 結果我們一開始我們就分組 分成三組我們就跟他們講說你們可以制定規則 然後就是制定團隊規則 就第一組上台報告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有一片驚惡 因為那個人決定改變我們上課時間 他說 你們上課時間這麼早 我家住很遠 這樣子我早上起床很吃力 然後我覺得比較好笑的是 其實他是他們那個小組裡面住最近的 那為什麼其他人都被說服了 然後能夠接受這樣的改變 我覺得我當下是有學習到 可是我覺得他並沒有透過就是一個真正的討論 反而是一個規矩化的 然後文字化的或者是字式化的學習 然後就來寫一二三四 這種方式後來看到戲劇工作坊 定用在職場上面的部分 就來得好很多 然後他有一個部分是在training 那個最後去面試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戲劇工作坊裡面看到的是 他們彼此討論小組的那個 凝聚的時間如何都更多是吧 我發現孩子們在演戲的時候就充滿了創意 而且超級會討論的 而且是非常合作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 我覺得我以為雅思本來是不一樣的 對呀 花馬板以為雅思是不一樣的 對 我剛剛講說他們到時候如果帶墨霧肌 沒想到大家非常的投入 這是真的 而且演得很好這樣子 就是說 這也就是後來我真的覺得 可能比起一般的中規中矩的訓練 這個真的需要大量成本 可是它的效果是不比一般的訓練來的差 我自己的感覺 我真的不是在做宣傳 真的 我口中 對 我覺得關鍵是說 它可以透過這個很活潑的方式 跟夥伴有深入的情感交流 所以它每個人都覺得很滿足說 我第一次可以跟本來認識 但不太熟的夥伴 有這麼面對面的一個討論 而且這麼深入 這裡面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這樣子 我們本來一直在教這些孩子認知 然後你要學習這樣子 可是還是居然透過一個我比較難以想像的情感面 來增進的彼此的連結 那在節目的最後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您對於這一塊 就是職場工作跟戲劇工作方的連結 妳有沒有對未來比較有想像跟期待 我後來發現 當然每一位參與者 他都很希望說 能夠發現自己的能力 優點跟缺點 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然後學習跟從事或老闆相處的一些 技巧方法 那他們會跟我反映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想未來會再推這樣子的一些訓練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職場關係 最重要還是先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所以就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是 在節目最後我想說一句話 我們常常在陪伴某些人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在算什麼CP值之類的 甚至我剛剛自己也講過這種話 可是人的可能跟 他可能本來是社會資產 而變成社會負債 就在一線之間 如果這一群孩子我們有做到 這一群青年我們有幫助到 甚至是把可能變成負債的孩子 又翻轉成資產 他對人生的目標 也有我的想望跟未來的期待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全民都要注意的事情 而現在有一種方式可以期待 我覺得我會建議大家 盡可能的去嘗試看看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聽話媽說說話 掰掰 掰掰